本秀发现了大秘密的这么中 无助眼睛正高 哈喽小朋友们 最近啊漫改真人全职高手 公布了男主杨阳 纳圆珠说 又是一波兴风炫雨啊 清明节就给人烧上纸了啊 这种网络暴力的暴行 我们明天来好好捞捞 今天说点啥呢 市面上这些影视剧选角 到底有什么内幕 那些你看不上的角色 都是怎么被选烧的呢 说到选角 这个草 我们已经想吐很久了 那些有援助的 没有人敢轻视的 狂踹酷炫动霸踏步二代 身边的人看起来都能答应他 清歌爽冷身材火爆的笑话 瘦得我担心他会被风吹到 能让全聚七八个男人 为他吃为他狂的 碾压天下的第一美人是他 你怎么搞很难代入啊大哥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让观众 感到相当不适的选角呢 因为选角的世界很负责 影视剧的主角 要么是大牌 要么是红人 要么呢就是大牌的红人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对配角的要求 格外的多 所以就有了超有人气的 陈学东加郑爽 但配角就得是 白金平 郑格惠子 下之未至 还有啊 你觉不觉得最近 信古门在各种选环区里 都挺忙的呀 当主角的颜值 不够能打的时候 配角的颜值 一定更不能打 归根结底就是 配角不能比主角好看 当主角 什么都不如配角的时候 那配角的角色 就只能穿得手 或者无脑坏了 这是为啥呢 因为选角的话语权啊 在给钱的人手里 谁给钱呢 投资人给钱啊 那投资的要义 就在于能赚钱 而现在最有钱的冤大头 当属各大视频网站 抽搅 炒气 赚 第3.11亿 卖给了爱奇艺和搜狐 口图不自赏 以两个亿的价格 卖给乐视 据统计啊 优酷同学爱奇艺 2018年 关于版权费的预算 加起来超过了650亿 所以为啥 大家都管某些明星叫流量 因为网站需要这样的流量咖 来带流量 为啥明星团队酷爱发 各种流量破亿的数据 那前台词就是 哥们带得起流量 来找我演的 所以啊 除了少量大导演 有选角的话语权之外 具有选角话语权的 只有两类 一是投资方 钱多者赢 二是明星 谁红谁赢 为啥我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像许三多辣 宋思明那 白展堂这样的 国民度角色了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 已经无法copy这样的爆款 早年间啊 武林外战每个角色 都是根据演员量身定制的 去年相对来说 比较爆款的角色啊 你比如白夜追踪啊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那确实也是因为 投资角资本压力不大 有一部分明星啊 为了不被人挑来挑去 看起来很明智的 选择了一条路 诶明星转制片人 他们是浓云翻身把歌唱了 但影视剧质量呢 是越来越完蛋的 最近啊 让我最难受的一部剧 那就是远大前程 配角 那是红利亚 袁红 郭彩杰 赵立新 余大红 刘玉军 郭靖林 富大龙 金世杰 林一鸣 陈奈森 徐家军 王德顺 随便排列复合 你不是9点6分的 大明王朝1566 那也得是个8.8的 北平无战士啊 罢得 这句无点解 为什么 因为这句的 兼制兼编剧兼出品方言 主演的陈思成 真不适合做这句的主演呐 师爷好 我给师爷请安 这以后 才有了这第四道菜 不着急吧 错 远大前程 这就是明星当制作人 最大的弊端啊 专业度没上来的时候 先满足了自己 结果 委屈了观众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 国产剧选角的问题 总结起来 其实就是一句话 明星的话语权太大 影视剧演员不够用 专业选角的人 说不上话 看起来 那是明星和制片 互压保底 那是双赢 但你其实仔细想想啊 错过了寂寞空净春雨晚的 同意啊 错过了凤秋黄的羊绒 错过了微微一笑 很清澈的砍青子 错过了漫漫青罗的叶青 看起来那是保底 其实根本就是在让我们 一次又一次错过好演员 好了 今天就理智到这了 关于选角 你还有什么想吐槽的 老规矩 评论区见 请腾预告片 没有争辩 不要期待 还放飘雪剪残阴 往日足迹笑 夜空下聆听 归来的诗句 千辛雨伞 怎么变了 变了 变了 是不是变了 一如今梦远吧 看起来 两个动作 想着你我却唱 重头再来天方辉煌 前行的路上有你在身旁 失眠热血线信仰 荣耀永不散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